喔喔喔喔 Do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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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88研究室就醬看電影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What If的第七集 如果索爾是獨生子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大家要跟大家分析這個影集 一定會討論到它裡面的劇情所以一定會大大的爆雷 還沒有看影集的朋友先不要急著看我們的影片 因為迪士尼已經確認11月12號的時候會上線迪士尼Plus 到那個時候看完影集再回來看我們的影片也沒有關係 我們會等你的 What If出到現在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集呢 我個人是最喜歡看上司的啦 所以今天要推薦大家一款遊戲 如果世界上只加你跟你四個朋友的話 你該怎麼活下去呢 好的在我們影片接下去之前 我想要先推薦給大家玩一款Tactical射擊遊戲 因為Tactical在英文裡面是戰術的意思 所以Tactical應該是很酷的戰術 Tactical是一款5v5的超激烈射擊遊戲 會介於第三人稱跟上帝視角之間 遊戲介面非常簡單很容易上手 目的是要跟隊友一起合作 我們可以靠走位搶包包 使用武器擊殺對手 或者是佔據點的方式來賺取分數 4分鐘後最高分數的隊伍會獲勝 玩家有27個角色可以解鎖 還有72種超帥的武器需要收集 我們會需要靠升級裝備跟角色來加強自己 特別的是不同的角色搭配適合的裝備還會有額外的加成喔 說到裝備過武器我們玩到現在我覺得最好笑的 就是你可以開車撞人 但要提醒大家不要撞到自己人 不然你會變成豬隊友喔 這真的醜好笑喔 但是在遊戲裡面玩就好千萬不要帶到真實世界 遊戲世界模擬現實生活中的物理特性 像是彈道軌跡 陰影做的都非常逼真 能跟朋友一個開車一個在車上掃射 除了車子跟槍之外 還有手榴彈或者是放置定時炸彈 最酷的是還有無人機可以投擲炸彈跟毒氣 甚至可以用腎上腺素 讓你變成像每隊一樣的超級士兵喔 因為有超多不同的玩法可以嘗試 所以很推薦你可以邀約朋友一起來玩 遊戲資源語音 可以跟朋友即時討論戰略 目前全球用戶也高達兩千萬 不怕找不到對手 還有一個超酷一定要介紹 遊戲中有小驚喜就是玩到一半 隨機有喪失會出沒增加任務的困難度 週末的時候也有限時大屠殺遊戲模式 平常也可以選擇大喪失的模式喔 真的超級輸壓 你可以這樣蹦蹦蹦蹦蹦蹦一下 當然如果找不到朋友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裡面有很多公會可以加入 可以遇到超級厲害的隊友帶你飛靠靠 當然讓大家看這個業配呢 我們還是有很多好康的東西要送給你 就是現在點影片下方的連結 或者是掃QR Code免費下載TACTIC POO 使用促銷代碼TACTIDE TACTIDE 就可以獲得50個可以解鎖JASON的角色拼圖 還可以送你RPG火箭炮和5萬個銀幣 直接帶你從菜脑的五名市編成JASON 手機桌機都可以玩喔 趕快免費下載TACTIC POO 一起享受在遊戲中射 啊 急的快感 哈哈回到影片 這次的故事只在講如果當年奧丁沒有收養洛基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順便一提如果大家對這一集裡面的角色都不是很了解的話 可以建議看這些電影 索爾3 主城黃昏 星際國隊1跟2 驚奇隊長 還有復仇者聯盟2 奧創紀元 影片的一開始 我們看到在地球的Jane跟Darcy在一起 他們發現外星有動靜 原本想要找神盾局 但他們不理會 就找到了The Parks Department 是專門管理國家公園 跟其他公園的公家部門 建議在這邊有提到兩年前 Star Alpha Icarus 伊卡洛斯星 變暗之後被消滅了 因為在漫威漫畫裡面沒有這個星球 所以我唯一能夠想像的呢 就是接下來永恆族電影裡面的Icarus的彩蛋 觀察者解釋 沒有跟洛基一起長大的索爾反而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沒有人在他身邊測試他的底線 奧丁進入了奧丁睡眠 他每次都是奧丁什麼奧丁什麼 我覺得超好笑 其實後來Jane有開那個玩笑 呃...hello Mrs...呃...Odin wife 這個在電影索爾一裡面有出現 奧丁為了要回復他的力量 Odin Force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需要休息補充能量 在這個期間他不但可以知道周圍發生的事情 還可以知道宇宙各個角落發生的事情 每次的睡眠時間都不一樣 可能會從一天到好幾年 在電影索爾一裡面 奧丁當時是因為覺得沒有人可以幫他管理酒界 所以刻意晚了一百年才要入睡 最後是因為洛基很生氣的說 喔我是領用的 然後讓奧丁直接累倒然後睡著 洛基就趁著所有被踢出家門的時候 搶奪王位 但在這裡奧丁應該是自己選擇要入睡 奧丁一睡著 媽媽Friga 感覺好像解放了一樣 媽媽說要去找姐妹玩 還警告所有說 你要好好的讀書 因為Heimdahl會一直看著你 記住 Heimdahl會一直看著你 等下什麼 你不能說實話 行動 這集跟以前很多的經典電影非常像 像是小鬼當家 巧克力天才 甚至獅子王 都有這種感覺 我不會讓別人告訴我 哪裡去 什麼去做 甚至誰去結識 說了馬上找來Ladysip跟三有氏 偷偷潛入奧丁的寶庫 離開Heimdahl的視線 說要讓九屆的人都知道 Midgard 一時中途或人世間 準備要開趴了 那在寶庫裡面 我們有看到奧丁有收藏 假的無限手套 這一次來到地球彩虹橋 直接跳過索爾電影裡面 降落的New Mexico 來到了Las Vegas 堵成拉斯維加斯 那從New Mexico開車到Las Vegas 需要差不多10個多小時的時間 所以建議他們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還開了10個多小時以後 才出現在Las Vegas 順便一提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有輕鬆娛樂的方式 分析很多電影細節跟彩蛋 尤其是Disney漫威還有DC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TEEPER88研究室 也歡迎進階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JO JOHN 讓我們一起討論一些內心的 What if 他馬上在地球開發 還邀請了很多外星人一起來 連索爾3背叛他們的Scourge都出現了 索爾還說 這是喝不完的酒 因為是 魔法 MAGIC 這跟索爾3一開始見到奇異博士的時候一樣 那在這邊索爾有說一個字叫做 Huzzah Huzzah 那Huzzah在英文裡面其實是一個歡呼用語 第一次出現在1573年的莎士比亞劇裡面 喝酒啊幹嘛然後覺得 啊啊啊啊啊 Huzzah 然後在那邊叫 或者是Horray 我贏了 Horray Huzzah 就比較像是那種 爽啦 Jane出現 找到了索爾 Darcy說 Probing其實有的時候是探測的意思 但是有另外一個諧音就是 之前流傳外星人把你綁架走的時候 他們會插一個東西在APP裡面 那個就叫Probing 這次Jane看到索爾在跟斯克路人聊天 在這邊索爾有跟斯克路人說 Do me Do me Do me 那其實跟Drax蠻像的 Oh Do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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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這個索爾呢 他比較像是史瑞克2裡面的白馬王子 像你看到索爾之後 索爾跟想像中的壞星人不太一樣 Darcy這個就說 What E.T. Unless like a Hottie McScotty Beach Buddy Ken Old school Abercrombie catalog I could go on 那Hottie McScotty在英文裡面呢 其實是形容一個帥哥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時候 Beach Buddy Ken就是之前 芭比娃娃的男友Ken 最後是 Abbercrombie catalog Abbercrombie就是 Abbercrombie的Fitch 或者是A&F 因為他們很常會找 猛男來代言 Darcy還開玩笑說 你想要當第一次接觸 這半條街的人都比你早 你要第一次接觸的話 可以從這一位先開始 然後就指著霍華鴨 How are the duck 霍華鴨就回說 這句話其實超怪的 我一開始覺得是 咖啡色頭髮是比較普通的女生 然後金髮是比較高級的 但我後來想想 這非常有可能是 霍華鴨在很挑心的挑情 你覺得你可以嗎 你想要試試看嗎 其實這樣子的時候 霍華鴨就贏了 因為在1986年的時候 霍華鴨獨立電影裡面 他真的有跟一個 金髮辣妹 Lia Thompson 在床上有一段感情 Jane不聽Darcy的警告 直接衝上了索爾問他是誰 很不敢相信 原來索爾就是 北歐神話裡面的神 索爾還開玩笑說 這兩種意思 一個是他會讓別人的聲音很大 因為人家很開心 因為他開派對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有點開磁 Jane就問他 18個月前 他是不是毀了一顆星球 索爾說那次的Party實在太好玩了 還迷上了Jane the Pad 我們已經失去Foundrel 三天了 他在牆壁裡 在牆壁裡 我叫他Garry 這個應該是在說1988年的漫畫 Marvel Fanfare 第36期 那時Foundrel 帶著一頭羊 大冒險 他以為那頭羊是 人變成羊的頓 但最後發現的只是一頭羊 霍華鴨約Darcy去吃東西 Darcy說這個不是約會喔 在電影裡面通常這樣說的時候 都會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在這個派對上 除了索爾原本在阿斯加的朋友之外 還看到所有三燈新技術工隊的人 像是宗師還有幫忙出來當DJ 跟索爾莎的電影一樣 再來我們看到 Nabilla跟Coke在玩骰子 他們玩的是crabs 跟Tony Sark在電影裡面玩的一樣 因為是拉斯維加斯 所以很多人會無緣無故的就結婚 像是Darcy跟霍華鴨就結婚了 而幫他們證婚的人 是一位穿得很像貓王的人 你們知道堵城其實超瘋狂的 你要在那邊結婚 你可以直接瞬間當天就馬上結婚 就是NOW 所以瘋狂就是有結婚得來書 就你可以開車過去 然後有一個那個牧師會站在旁邊 啊你沒結婚了 然後你就在車上 你根本不用下車 索爾跟Jane許自欽 一個說是科學 另外一個是魔法 至今電影中 Jane有提到科學小說家 Arthur C. Clarke 他有說過 我們說科學不是魔法 那魔法是科學的 我們還不明白 Arthur C. Clarke 昨天早上大家都喝太醉 看到火箭晚雄其實也在 Jane被神盾局的人吵醒 橋門的人是Rumlo 也是之後的Crossbone 早上的這幕 跟最後大丈夫Hangover非常像 順便一提 火箭晚雄的配音員 就是最後大丈夫裡面的 Bradley Cooper喔 Maria Hill 在門口說他現在是代理局長 因為Nick Fury 被Coke撞飛之後中傷 到現在都還沒醒來 回憶中Nick Fury 12年的電影開放的美國學府中的主角 因為他也是金髮 索爾的外套超多的 從Jane的房間裡面還可以聽到 索爾在說火箭晚雄是可愛的兔子 跟無限之戰一樣 我們還看到 Fandral跟羊羊睡在一起 你不覺得這超可愛嗎 這跟英雄聯盟裡面那些普羅 看起來超像的 Maria Hill 要他們回神盾局一趟 好生探員說派對的氣息已經在全球蔓延 意思就是 各地都出現外星人在狂歡 這時Rumlo拿出了他們的最後手段 一個90年代的BB Call 想要請驚奇隊長來幫忙 Jane試著要阻止說 這個對外交關係很不利 Darcy就在後面笑說 Diplomatic Relations 是那些孩子叫它嗎 在法國 索爾跟金色的制高族自拍 那這個制高族看起來 很有可能就是ISR 這時看到冰霜巨人裸疾出現 他說索爾是 Son of a Witch 那這個是英文 Son of a Bitch的諧音 Let's go get this son of a bitch 英文裡面 他的意思是混蛋 或者是王八蛋 然後在這邊 他的諧音就是女巫神的 但他其實完全沒有說說 因為索爾的媽媽 的確是一個巫女 接著他們有說 彼此是不同的媽 生出來的好兄弟 Brother from another mother 看得出來他們感情很不錯 值得注意的是 洛基有圓圈的女 因為洛基沒有被Fregard 跟奧丁養大 所以保留他原本冰霜巨人的外貌 洛基是冰霜巨人的要貌 在索爾1的時候有出現 因為在洛基的影集Variant L6792 也是冰霜巨人的樣子 所以他們 因為沒有在同一個家裡面長大 所以他們感情非常的好 驚奇隊長出現 索爾跟洛基在說 是你在BOOM嗎 他們的BOOM是在開玩笑 其實是在只放屁的意思 因為索爾後來有說 我都是在私底下才會BOOM 就是1987年的搖滾樂攤 應該也是在形容他們的頭髮吧 每個人看到索爾都會叫他們一個 形容詞 超好笑 驚奇隊長要大家別玩了 索爾說 他是一個PARTY POOPER 你知道嗎 那是一位女人像你 PARTY POOPER PARTY POOPER就是很掃興的那一位 派對便便人 所以如果你在狂彎的時候 有一個人就說 好啦好啦玩夠了大家停大家停 那個人其實就是一個派對便便人 索爾跟驚奇隊長開始對打 一路往左邊打 索爾把他從法國打到了英國 驚奇隊長飛到了英國的巨石鎮 STONE HINGE 這裡驚奇隊長也有開玩笑說 其實在政治世界裡面 考古學家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完全確定 這個巨石鎮是幹嘛的 但他們可以推測至少有2000年以上 用途呢是為了要紀念那些死掉的王者 或者是拿來做一個日曆 但是索爾還是把巨石戰像骨牌一樣推倒了 他們又繼續往左邊打 到了美國 這次打鬥得非常激烈 有點像是《混淫忍者》 或者是《七龍珠》一樣 力量非常強大的打鬥 如果拍成電影的話 應該會看起來超酷 不過最後當然我們也看到 如果說跟驚奇隊長真的打起來的話 哪一邊會贏 我沒有比賽 因為我是最強的 所以就像是一種不同的 對 你應該讓她想像這樣 但 你不是 像我之前說的 這只是一個事實 這不是個人意見 沒有 你只是 你不是太強的 難怪這一次他們沒有找Brie Lushen回來配音 不然他們可能配到一半就開始吵架 被打敗的驚奇隊長 在外星人前面被叫是Pooper 這個其實蠻像以前美國校園會發生的事情 就小學啦 就一個人倒在地上 他們這樣 Pooperoperoper 便便人便便人 回到神盾局 Maria Hill很不爽 她說 你不是應該很強嗎 你不是有那個可以吃到一個軍隊的貓嗎 那這邊有提到 這個貓貓的名字叫做Goose Darcy馬上聽出來這個名字 是從1986年的電影 捍衛戰士裡面來的 因為裡面有個角色 他的外號就叫做Goose 呆頭兒 不不不不 有2O的 接著Darcy就說 哦 TOPGUN 你就是Maverick 你的心靈在記錄帳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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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 Darcy還有說他以為驚奇隊長原本應該是個男的 這次在指漫畫中初代的驚奇隊長就是一個男生 驚奇隊長說如果他用全力地球會多很多個洞 Darcy又說還是你去南或是北達克塔州那邊 因為那裡是鳥不生蛋的地方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是很多鳥不生蛋的地方其實鳥會生超多蛋 所以我每次都要說我住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乖 因為那邊鳥好多 Darcy 現在你在這邊我希望你降到這裡 就是你現在太激動了 你可不可以冷靜一點 降下來降下來 對他數字不一定是8個人 他就是一個比喻 這時 Jane大跌的索爾 知道之前的星球不是他毀掉的還救了上面的人 但Murray Hill還是想要用武力甚至用核彈來趕走這些外星人 Jane想要警告索爾 說驚奇隊長又要來打他了 但洛基不小心把電話砸壞 為什麼洛基跟索爾會有電話 地球其他地方也看到這些外星人 Surter跟紐約的自由女神在調情 洛基跟冰霜屁孩們跑到了South Dakota的Mount Rushmore 就是總統石像國家紀念區 用遠古東彎把總統們上面夾了鬍子跟腳 在澳洲索爾說要從澳洲的雪靈音樂廳上滑下來 那Chris Hemsworth本人就是澳洲人喔 這裡可以看到 Cork吸著奶嘴 還有Meet 還有Valkyrie 連星際遊攻隊2 酒店的女基金人都在 在索爾跳過去的時候 驚奇隊長把他抓到了希伯利亞 畫面來到Jane這裡 他說 如果索爾是真的 那Heimdall跟FreeGod一定也都存在 靠著Selvig博士的幫忙 他們用了一個超強的廣播找到了Heimdall 然後Jane就飛過去告狀 這集的Heimdall蠻酷的 他完全沒有講話 他就全部都演神 那這時Darcy就拿了廣播器來玩 他說 很多廣播部的都說 那個外面那部藍色的Toyota 請移開 他只是在玩而已 索爾跟驚奇隊長在一次打架的時候 索爾就說驚奇隊長為什麼都不笑 這次很多網友之前一直在笑的事情 最後一刻Friga有影像出現在索爾的面前 索爾知道媽媽要來了 驚奇隊長也不答了 停經期場 廣播 秉ục敲你 但是原局是 索爾回到了澳洲 洛基說他們在Saint Louis找到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美國蜜蘇李州的 川露義拱門Gateway Arch 是世界上最高的拱形建築 索爾請求大家要一起整理 但是大家轉頭就想跑 還說索爾是Party Poo怎麼了 Nebula還說他爸要他回家 暗示薩諾斯在叫他回家 索爾在回去求洛基的時候 洛基說那個不是我嗎 因為他沒有把他養大 所以她的個性跟影集差很多 索爾飛到空中用全身的力量說話 請求大家回來幫忙 因為媽媽要來了 然後就超級努力的就是幫忙 把東西全部都還原 這超好笑 但是傻傻的索爾還把比薩雪塔用正 那這次Friga飛超久欸 很像那種電影《玩命關頭》裡面的那個 機場的那個跑道一樣 Friga到了地球時 索爾真的假裝自己在教大家不同星球的文化 宗師也坐在裡面 最後還提到地球上面有Snuggie Snuggie是一個很舒服的外套坦 我的最愛貓貓坦 這次經濟隊長從後面出現 竟然還幫索爾講話 這故事想一想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真的跟1986年的《翹克天仔》超像的欸 Ferris Bueller Stay Off 那電影裡面呢也是主角做了一大堆事情 就是鬧了一大堆事情出來之後 原本一直在跟他敵對 然後一直想要告狀的姊姊呢 突然間在最後一刻幫他說話 而且他也有眨眼 我的兒子 但是喵喵槌上的裝飾背叛了他 最後看到 Jane跟索爾要約會 以為是開心的結局 但因為我們看的是What If 所以都是掉人胃口的恐怖結局 聽到觀察著很驚訝 有點Holy Sherry的感覺 等著什麼 傳送門中 幻視穿著有無限寶石的奧創裝甲出現 那我們不確定這個是真的幻視呢 還是奧創拿到的幻視身體的奧創 因為在電影複聯2裡面幻視原本是奧創想要的身體 只是幻視變成了幻視 但從觀察者 非常Holy Sherry的驚訝反應來看 這個說不定是另外一個宇宙來的 但我們還是需要等到下一集或是下下集才會知道真正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一集就這樣子結束了 那我是覺得蠻好奇的 因為這個時間點應該是在2009年吧 在這個時間點應該有鋼鐵人啦 為什麼鋼鐵人沒有出現呢 他又那麼愛party 如果他出現的話應該會蠻好笑的吧 好那最後最後我們稍微整理一下目前為止所有的What If In集最後的結局 第一集是卡隊隊長他跟章魚怪打到了現代 第二集是黑豹星爵 最後看到Ego找上了他的兒子Peter Quill 第三集是老蠅人殺手 最後是洛基佔領了地球 第四集唯一活下來的壞的奇異博士 第五集漫威喪屍 最後看到喪屍薩諾斯 第六集 Killmonger的黑豹 最後看到他準備要跟美國開戰 第七集就是Party索爾 最後看到了無限幻視奧創 好啦那接下來只剩兩集了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我猜應該會看到就是這個幻視奧創是怎麼拿到無限寶石的 非常有可能跟之前預告片裡面看到拿著薩諾斯裝備的葛摩拉有關 最後一集一定就是這些人全部人一直來打他 你們覺得咧 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那喜歡我們爸爸的就是就這樣看電影的朋友 歡迎訂閱按讚按讚分享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歡迎來到正面大叔側面基督的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開Party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個人也是有濃厚的開Party經驗 但我回來台灣以後發現 在台灣開Party每一次都會聯想到那種 毒品啊性愛怕啊 應該是新聞媒體吧就是每一次看到Party 你就是直接就聯想到不好的東西 我是希望我是給建議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找一個好的地方好好的玩一玩OK的 那不要犯法也不要做一些你會後悔的事情 但如果只是放飛自我的去玩的話我是蠻推薦的 我們一起玩遊戲一起聊天然後做一些很白癡的事情 白癡的舉動但這些東西都是在我人生裡面很重要的一些完美的回憶 就不是那種大家想像的就啊開Party不要啊一大堆毒品啊 等一下就懷孕啊幹嘛 NO NO 其實在美國開Party也蠻健康的耶 就蠻奇怪的就是你會看到一群人就在那邊喝酒 然後他們在那邊較量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比如萬利啊或者是玩卡牌遊戲啊 然後就有一方面有人來吐這樣 然後就要照顧他 其實他真的不是不好的東西 他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做自己 然後去玩一些事情做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好啦說到這裡就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健康的開Party 然後你不要害羞不要害怕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樂的去 有一份這樣子美好的記憶 因為我覺得年輕的時候我開Party超級好玩 但千萬要記得一定要不能犯法不要吸毒 不要做一些你會後悔的 不要在那邊砸腳有的每個隨便 一定要好好的照顧好每一個人 就是我們喝酒OK可是不要喝過量 如果可以的話放開心胸的去玩一下 把我們累積在內心裡面壓力都釋放出來吧 那安全的玩安全 一定要還是要再三提醒要安全的玩 一定要安全的玩 我覺得最瘋狂的是我們那個時候在研究說 這個牆壁到底要用多大的力量才可以打穿它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比較無害的樂趣吧 就如果大家可以的話不要一直想的Party就是 就是那樣就是新聞在那邊播那樣 其實沒有他就是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做自己 然後做一些歡樂的事情開開玩笑 好那今天整片大叔聲明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